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剧中宋小宝扮演的咖啡又黑又丑 还说皇帝后宫家里三千只宠爱他一人 让人捧腹大笑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还真的出现过一味咖啡 长得又黑又丑 因为给皇帝生了二男一女 被皇帝独宠二十年 他便是东晋晋剑文帝司马玉的妃的李玲蓉 李玲蓉虽然名字很有诗意 但并非中国人 李玲蓉的祖先是来自印度尼西亚一带的昆仑奴 因为重重原因来到中原 在当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崇洋媚外 所以当时的昆仑奴社会地位极其低下 也没有人愿意与这些人通婚 李玲蓉也只是司马玉府上做苦力的女奴 据晋书记载 李玲蓉形长而色黑 是个身形高瘦 又黑又丑的女人 为什么晋简文帝要娶这样一位女人呢 这就要从晋简文帝传宗接淡的血流史说起了 司马玉曾经有过五个儿子 其中四位娇者 唯一幸存的儿子司马道生 还不是个东西 因为荒淫无道 被优费而死 儿子死绝后 司马玉并没有气馁 大肆娶妾 再生几个 可司马玉努力了十年 竟然没有再生出个一万女 眼见年纪见长 还没有子嗣 这让司马玉很是苦恼 想尽各种办法 依旧于事无补 后来司马玉听说算命先生 护迁算得很准 便将护迁请到府上 给自己看一下 护迁看后对司马玉说 王公有一女 当生二贵男 司马玉文言 马上把自己所有的妻妾都叫出来看一下 护迁看后 连连摇头 说都不是 司马玉文言 索性将府上的女人全部叫出来 让护迁一一查看 当护迁走到李戎玉面前 眼睛一亮 指着李戎玉说 他便是能给你生孩子的人 司马玉文言 大喜 可定睛一看 立马变音了 这也太丑了吧 为了生孩子 司马玉也过出去了 别说又黑又丑 就算是头母猪 司马玉也会闭眼一世 没多久 便传来李戎玉怀孕的消息 司马玉是喜不自尽 对李戎玉是越看越喜欢 可惜李戎玉生的第一胎是个女儿 即便如此 司马玉依旧喜不自胜 能生女儿就能生儿子嘛 果不其斩 李戎玉又先后给司马玉生下儿子 尽孝五弟司马要 会积文孝王司马道的 因为给司马玉生了两个儿子 李戎玉被封为皇贵妃 独宠二十年 司马玉死后 司马要继位 封李戎玉为太后 孙子晋安帝司马得宗继位后 又封李戎玉为太皇太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